嗨 嗨 好像講過多次了以後 班上坐滿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前兩天我現在兩個班 有看到他們有坐滿 我不知道你們還會坐滿過 至少是生物科從前沒有坐滿過了 我們上次跟大家說這個種化 那種化的話呢 其實就是新種的產生 通常是由個粒產生的 一般來說是先地隔離 然後生殖隔離 我們把這個叫做 Allopatric Association 都在異域種化 就比較少見的例子是 Singpatric Association 就是同域種化 他們竟然分布在一樣的地方 也就是在一樣的區域內 那為什麼會種化呢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你雖然分布在一樣的地方 假設這邊是森林 你現在有些習慣在底層 有些習慣在中層 有些習慣在上層 所以可能也孕不在一起 不過這樣講有點賴皮 因為我們去從俯瞰的 看它分布的平面 你會覺得它是分布在同一個區域 可是你從垂直立體的角度來看 也會知道它其實在不同的區域 對不對 所以這個硬要把它說成 就是Singpatrick 也有點奇怪 那另外的話 OK 如果我們都分布在同一層 但是我們在這個 要進入轉直器的時候的訊號不一樣 例如說化學氣味不一樣 例如說唱的歌不一樣 跳的舞不一樣 對不對 不然的話在森林裡面 這麼多鳥同時在唱歌 同時在跳舞 那怎麼不會搞錯 是不是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原本 跟大家都一樣 就不知道怎麼搞的 中邪呢 是突變呢 是哪裡怎樣 你既然唱的歌跟別不一樣 那當然一開始跟別不一樣 會被解釋成難題 對不對 要不要慢慢的圓形上 還是說也有人突變呢 所以這只是跟大家說 那它也有這種可能 也有這種可能 那這種求有訊號的改變 或許也會讓它同一種化 那但是呢 更好懂的 就是多背景的產生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次講突變的時候 也就跟大家提到 其實每個物種 就是這個上巷 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變環境的能力 例如說你會挖動 你是不是有改變環境 例如說你會築場 你是不是有改變環境 這個地方有長樹跟沒有長樹 長了樹之後變成森林 整個溫度、濕度、照度 都會改變 所以生物的生長 本來就會改變環境 可是像人類這樣改變得 這麼徹底的也 不是很少 就是沒有 對不對 只有人類會這樣子 那有人是說 其實像這個 這個 這個 一個 就是 水 和 隔離 這一類的話 其實它會出 一些提案 對不對 那對環境的影響也滿大 因為結果水會預計 然後接下來它 箭的畢竟沒有很溫度 然後石頭大概會潰底 所以其實它對環境的傷害 有沒有人講傷害 impact 衝擊也滿大的 演化是由變異 產生各種可能性 然後環境做篩選 那你怎麼知道它有沒有演化 感覺上似乎有往哪個方向移動 例如說長毛的變多 因為天氣冷 例如說深色的變多 因為環境黑 但是光感覺沒有用 我們要精準的計算 所以我們上次是不是引入了 這個基因波 對不對 然後就是 population genetics 就是 初期遺傳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基因頻率的改變 來直接的反應量化 甚至比較它 是不是有遺傳的 演化的發生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說 好那它有演化 那它有沒有種化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說 種化就是物種形成 新種產生種種作用 那這時候是不是要看到 是不是有初見生殖隔離 因為我們最簡單都是用 biological species concept 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要講回來 OK 所以有種化 那各個物種是怎麼產生的 就是我們之前講的那樣產生的 那人也是一樣嗎 這個問題就很難回答 人也是這樣演化來的嗎 對我們學生物的人來講 它也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可是每一個物種演化了之後 它會受到環境天則的篩選 那難道人不會嗎 人當然也會 可是人類改變環境的力量太強大了 那但是人的話 人的演化就很詭異 我們講今天演化要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角度就是 怎麼演化出人這個物種 那當然最早就是 所有生命其人都一樣 它是有機演化或叫化學演化 對不對 就是這個耗能少反應快 然後穩定 大概就是這三個條件 耗能少反應快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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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能夠自我複製 有神秘性感 後來慢慢的出現了這個細胞 出現了整合細胞 出現了多細胞生物 然後有了耗氧的生物 然後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有了這個體型蛋的生物 有了脂椎動物 然後有了哺乳類 慢慢的越來越來越像我們 對不對 但是人這個生物出來之後 另外人的演化還有另外一個話題 我先問一下大家 假設我們這裡有一群兔子 然後大家有變異嘛 所以不一樣 那變異的話在很多地方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 如果它是屬於遇到危險的時候 然後兔子就衝動 對 動如脫兔 意思是不是 兔子逃脫是很厲害的 那不管 但是你兔就快怕 那會不會跟他說過 看我們人的行為 會受到高度經驗的影響 這樣講看很具有直接講就是學習 人類的行為經過很多學習的修飾 對不對 人類的行為經過很多學習的修飾 那很多動物的行為 是烙印在它的基因裡面 我幫我們跟大家講過這一段 假設從行為上來看 兔子可以生成兩種 有一種遇到危險的狂奔 對不對 手都不管飛也是 跑到很遠的地方 另外一種兔子是 就快跑 然後跑三五公尺就會停下來 看還有沒有危險 然後沒有 就裝死 然後就說 還有 然後去再跑 然後三五公尺就停下來 看有沒有危險 然後又再跑 請問 有這種種變異 一種遇到危險又狂奔 你們都不管 投影不管也狂奔 另外一種 跑三五公尺就停下來看一下 再跑三五公尺就停下來看一下 請問你覺得 哪一種可以兔子逃脫 還是沒差 天則一般來說哪一種行為 比較會被淘汰 好 再一段就是1442的Bands 讓它就會死掉 你覺得哪一種比較會比較容易 好 每幾公尺就停下來往後看 三五公尺其實能進來 我搶到門口 其實就有三個搶齊 所以三五公尺其實很盡 可是當兔子狂奔的時候 要不要趕快癢癢癢 便不趕快癢癢 一急骨就散了 然後就回頭看 就真的 律師師的還在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是不是就被淘汰掉 以後兔子遇到危險狂奔 大家懂我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就個雙群來 看你是不是全部都下來了 雙群過後 因為我們也宴遊 因為接下來兔子全部都會一直爬 這樣說我們的意思嗎 那我問你喔,如果有人是這樣子 如果有人是這樣子 如果我們剛剛講的是兔子,對不對 族群六會存在 可是那些跑三五公尺就停下來的 就會死掉 他的基因就傳不下去 就是適合生存可犯 不是適合爬賴賴賴賴 那我問你問人,如果人是這樣 你覺得我們就會讓那個跑三五公尺 就停下來回頭看人去讓他去死嗎 不會,我們可以教他 對不對 就說,欸,你不要停下來看快跑啊 就什麼,蛤,不要停下來看 不要啦,停下來看你就被 你們有聽人家說過嗎?看時間就浪費時間 好啦好啦,不要亂講 所以你就教他就好了 所以,人類的演化,大家知道我要講什麼嗎 所以我們除了無窮的演化之外 我們有了文化的演化 我們有了文明 我們有了很多願意互助合作的一些事情會發生 所以這個是比較很可貴的一點 所以我們從這來看的話 人類演化有很大的重點 我剛剛有講出來嗎? 這叫文化的演化或是唯明演化 這個的話在其他物種比較沒有參加到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說 這是人比較詭異之處 也可以說這是人比較惡別 也比較厲害的地方 或者你甚至可以說 他要跑比你快一個人要跑比你快 對不對? 然後當月子走從對面來 前面那個跑的快被吃掉 月子走從四面八方來 那就一起死 就是這樣 假設有人過馬路 然後他就這樣在 滑手機或在看書 然後就月子走一隻動一隻 然後啊!被車撞死 所以這種會過馬路一邊看書的基因 就不會再存在 那那麼多人 但是我們的社會不會這樣子 你就會交牌 所以整個其他的動物 他的行為也是會經過天則的篩水 但是人類 人類可以經由學習 來獲得自己原本沒有的形狀 我這樣講 大家都知道我要表現什麼東西 首先第一個 學習是很有價值的事情 其他的物種 要用付出生命的方式 讓整個族群適應 而且從活下來 人類可以經由學習 不是族群 而連個體都可以活下來 那些原本沒有資格活下來 因為他沒有活下來的性狀 但是我們經由學習 他可以得到他原本沒有的性狀 所以比較很可貴的一點 就是我們有這個仁義理智 心虛四端 我們願意照顧別人 是不是這樣 我們有很多其他的願意分享 例如說 像每一次有一個疾病 其實就是對人類進行很殘酷的見證 人就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會等這個病死 一種不會 對不對 然後就死 然後接下來這個病再來就無所謂了 那你如果出來你還是會死 那你就去死 以後這個疾病來人就不會再死 可是我們會幫那事情這樣發生嗎 因為我們都不想當那個 那你就去死 我們都不想當那個死去的人 所以其實我們就會教大家要洗手 發燒的時候傳染力很差 然後有很多的原因 甚至有一些更厲害的人 有一些方法怎麼樣治療 怎麼樣防範 但是你想想看 講說我們都這樣對不對 你能不能夠保證有一些人的想法比較奇怪 我們要教他就讓他去死 才會有人弄個強食物 或者是說我也不用教他 反正我被狂奔 狂奔的時候 然後踹他一講他就別了 他就被那個死者吃掉 有沒有可能有這種人出現 沒有 有可能 因為基因是有多樣的 對不對 各種基因都會出現 那我們是不是要讓天哲 把這種壞基因淘汰掉 似乎是這樣 可是這樣太慘了 別忘了我們剛剛講到 其他生命要經由 其他的物種要經由付出生命 來讓竹君往一個好的方向 或者是適應環境的方向 我們人類不需要這樣 我們人類可以經由學習 所以人家就要教你 你在跑的時候不可以退別人了 小學生會不會興奮跑一跑 然後正經跑就會退別人 他有時候是半故意的 有時候是安全故意的 有時候是不小心的 那這時候達人就要教他 你就不可以這樣 但不然的話 有一天遇到你比較壯的跟你一把 你就知道不可以亂退別人 因為你不願意退別人 但是大家不要做這種事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就很重要 因此 我們願意分享我們的經驗跟知識 來幫助沒有這個性狀的人 存活下來 這是一個人性的威廣 這是一個人性的光輝 但是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保證 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較特別的記憶 他在這一方面還沒有學習大 那你覺得這時候要怎麼辦 除了教育之外 社會規範就要出來了 團體的力量就要出來了 這個時候社會規範就要出來了 所以我應該有講過 後來才發現我在裡面辦比較問題 就是年輕不要 目光一切很臭壁 覺得這是什麼世代 然後什麼規範 都是一些那種很八股的 很東風的 東風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或者是說很跟不上時代 不是這樣子 當你被罵的時候 如果你還有智商 你要想想看你為什麼可以罵 當有規定的時候 你就要理解一下 這樣子規定的原因是什麼 規定、律法、教教 都是人類文明的捷徑 讓人類可以不斷地講見人性的光輝 而不要那麼兇殘地 把一些差距的人給删除 大概這麼東風的意思 所以約法三章是為了安定免期 規定出來是為了保護好人 因為偶爾會有一些暫時還不好的人 我們就要教育他 如果教育暫時不成功 就要規範 就要處罰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其實年輕人有時候 比較會覺得規定就是用來打破的 這就不顯然是好事 規定是人類文明的捷徑 好吧 真的無扯了 大拇指和其他四指可以推我 然後表演題請問 什麼叫大拇指和其他四指可以推我 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這個其實還蠻好玩的 大拇指跟其他四指可以推我 就大拇指和其他四指 因為在其他四指表演也沒關係 反正其實很多人看到這個詞 就會有兩個 當然有一個就是傳說 你叫我朋友不可以嗎 看什麼意思 就是 有人是為你覺得是這樣 還有人覺得是這樣 那母子可以請示 請問你覺得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你以為這樣要感覺嗎 我略實了 好啦好像也蠻有用的 三分鐘還會 好好好 有有有 有用有用 可是這感覺是在文化演化的幾次還有用 但無種演化的這個沒有 所以其實母子可以騎一次主隊 所以我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那你順著我剛剛的邏輯就說 那這樣有什麼樣子 要吃了我不要 不是吧 你這樣也沒有 不是好問題來了 有沒有人知道這樣的意義是什麼 可以 可以抓東西 可以撿 那可以抓東西 可以撿東西 有什麼好處 我只是說說而已 好孩子 不可以這樣 你可以撿石頭丟過去 你可以撿棒子 大家是不是知道 人類在自然界當中 是非常脆弱無助又沒有力氣 大家懂我 你跟別的動物比起來 跟我們相同提琴的猴子 力量比我們大好幾個 可以打招 跟我們相同提琴的猴子不多 那麼大隻 也要謝謝 跟我們相同提琴的心不清楚 你知道它的力量比我們大好幾個 你更不用說什麼獅子老虎水牛 那個我們跟我們相同 那個大箱耳朵扇一下 你就飛走 你這樣發脹 你弄翻 不過其實你就要知道 我覺得人類在自然界當中 其實力量是有差的 力量是有差的 力量是有差的 但是我們有手 可以拿工具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不然你拿手的又拿 對不對 然後拿棒子 後來越厲害拿火 對不對 你就有 你叫什麼 就有破壞 你會嚇到 你以為獵物怕你 怕我 對 我也沒問題 所以其實 這個 這個重點 這個還好 那我們剛剛有沒有講到 你知道嗎 很多頭子心機腳也可以抓東西 對不對 腳也可以抓東西 我幫我們跟大家說過 你重點的意識也很重要 假設你是意識堂 然後那邊有一個獵物 然後去看火牌 後來你看準距離 啊 看錯了 你根本在旁邊 那你這樣就熏掉了 對不對 或者是心裡追板馬 就是最半天 一撲上去的時候 噗 板馬根本在那邊 那你這樣就不行了 是不是 所以其實它要很準 但是我們靈長類 其實是不是應該抓蟲 還是什麼原因 好啦 我們先不管這樣子啦 雙眼的立體視覺 我們之前在講 眼睛的時候我有空 帶你玩 有個遊戲嗎 有嗎 那時候有空嗎 還錯了 你是在那兒 好啦 不管啦 所以其實雙眼的立體視覺 你坐在那裡 我坐在那兒 你坐在那兒 但是你坐在那兒